傍晚路过黄昏市场时 耳旁传来一阵正月耳的音调 仔细聆听 原来是詹雅文所唱的魂式英雄前世胆 当下驻足下来 静静地细听其歌词 失败的时 朋友齐散 奖交陪人人精 成功的时 朋友齐威 奖情分之己半 无钱人屈后 时机爱打拼 有钱人踏着地位 爱感谢 人情留一线 日后好相看 魂式英雄前世胆 失败全无背景靠山 要做什么龙金 成功战营掌握权势大 要做什么龙感 无钱人屈后 时机爱打拼 有钱人踏着地位 爱感谢 人情留一线 日后好相看 魂式英雄前世胆 无钱人屈后 时机爱打拼 有钱人踏着地位 爱感谢 人情留一线 日后好相看 魂式英雄前世胆 随着歌曲结束 虽然动人的旋律 仍回荡耳旁 但其中对现实描绘的 词艺人令人感叹 尤其是魂式英雄前世胆 这首歌名道 尽了整首歌词的 不甚唏嘘 武侠太斗 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 是一部写尽人性 悲剧色彩浓厚的史诗巨著 小说中的重点是 以佛经中天龙八部的 护法神一天众 二龙众 三叶叉 四干达婆 五阿修罗 六加楼罗 七锦纳罗 八摩呼罗 加莱玉写书中 主要的八位主角 同时也象征着 大千世界的云云众生 云云众生啊 云云众生 生命起于呱呱落地 最后归于尘土 许多人间物 世间事 终究是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就看众间如何过得去 一 人类有以物易物的时代 过度或进化到货币或金钱的另一体系 货币的体系出现是为了弥补物 物交换制度的四个缺点 因此货币具有以下四个功能 交换媒介 二 价值标准 三 延期支付 四 价值储藏 价值交换的金融体系出现后 至此 与金融相关的八字 大小 高低 长短及快慢 与钱相关的金融八字 就紧紧环绕着云云众生 许多人喜欢排命盘 看八字 问运势 问前途 问因缘 人有八字 钱也有八字 在选择投资商品前 也要先了解关于钱的八字 在金融业 钱的循环 脱离不了这八字 绝 大小 高低 长短 快慢 大小指的是钱的金额大小 同样的报酬率之下 钱越多能得到的报酬也越多 例如一亿元百分之一的报酬率是一百万 一万元百分之一的报酬率是一百元 所以要如何拿到一亿元是学问也是本事 今天如果有能力借到一亿元 请问您要借一亿或一百万 这就是用钱赚钱的观念及学问 而大钱跟小钱在存款选择上也有不同结果 台湾总体银行与预资金水位较高 大额存款的利息比一般存款低 在中国则相反 大额存款的利息比一般存款来得高 这是因为中国的投资机会多 资金需求度相对高 所造成的差异 高低指的是钱的利息或报酬率 钱不能乱投资也不能乱存 乃是要看利息高低或报酬率来决定投入的管道与时机 以投资债券的观点来看 要买高卖低 以及投资高利率的商品 在利率低点时卖出或利出场 因为利率是贴线的观念是价钱的反向 以贷款的观点要借低还高 在利率低点时借入再高点还款 有时借钱还可以赚钱 长短指的是投资时间的长短 依照需求决定投资长期或短期 如果拿短期的资金来应付长期的投资 俗称以短之长 容易因为资金缺口造成周转不灵的问题 资拆开来是次要的背 也就是投资要尽量用闲钱 用长期资金的意思 最后快慢指的是钱的流动性 举例来说房地产多位不动产 需要时间转换为现金 现金流动性弱 集中市场的股票则是应有随时可交易的市场 流动性较快 一旦成交及现金进账 两者在资金的运用上可以说是完全的不同 即使同位价值2000万的房地产 台北市三房公寓的变现性也优于阳明山上的农地 另一个例子是流水造富 流动性创造利益 有一阵子房地产火热的时候 新北周边的林三淡 林口 三峡及淡水 三个新的重化地区 虽处较远的带 但房价也被带动了起来 在其他章节 本书曾提到 房地产业者从金融机构融资当有较好的杠杆效果时可产生显著的开发收益 房地产业者的杠杆效果 大概以两个面向来看 以则是需大量的投入成本 以金额面来考量 以较少的自用资金配合大量的借款因应土地购买及建筑成本 但另一方面的利率的考量 包含利息的借款利率及建案利益的获利率 大量的借款虽需支付可观的利息费用 以3%为利 但相较于建案利益 以获利率30%为利 俗话说盖越多 卖越多 赚更多 也难怪乎房地产大好时 许多代销业者 营造业者及建材业者陆续投入建设业 有建商在考量自用资金 借款金额 利息费用及建案利益或利率时 会有其他的策略应用 例如曾有淡水星市镇的建商推出售后回租并送装潢的方案来促销建案 若我们以3个简单的模拟及假设建案来推演 A. 传统的建案开发及无销售业绩 B. 传统的建案开发及销售尚可 C. 售后回租并送装潢的方案 促进买器 B. 传统的建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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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当然啦 B. 以上的粒子严谨性及精算度上有许多不足之处 B. 但以资金的流动性配合正向的外在景象环境 B. 其创造较大的获利性是可能的